全球新冠肺炎仍然持续蔓延 目前全球确诊人数超过1.35亿人 死亡人数也不断往上升 是逼近了300万人 已经有170多个国家着手施打疫苗 想要努力终结疫情 根据统计施打率前5名的国家 第一名是以色列 有超过6成以上的人口都已经接种疫苗 另外英国则是超过47% 智利 美国以及巴林 也都有三成以上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世界主流国家包含像是美国 英国 甚至是中国大陆都提供免费接种 目前也仅仅只有埃及 印尼等国 因为财政问题 无法提供全额的免费接种 至于台湾从今年3月开始 打公费AZ疫苗之后 因为只有2万多人施打AZ疫苗 为了拉高施打率 4月21日开始是提供了 1万剂开放让民众自费接种 适用对象锁定了商务人士出国工作 以及由留学或是就医需求的民众为主 要注意的是自费接种采取预约制 也因为疫苗是属于多剂型包装 需要配合指定医院安排集中接种 指挥中心也表示了 民众必须要自付医院收取的挂号费 诊查费 注射费 而至于疫苗成本费用则是不用钱 以医学中心提供的自费疫苗 收费上限为600元 区域医院则是550元 地区医院则是500元 所以打完两剂呢 大约要花费1000到1200元 指挥中心也强调了 会要求医院把实际收费价格 全都透明化